第三集 房门后面,正探感觉冷汗直冒,不过听到后面一句,悬着的心放下不少,咱家的猫不用,交把拍板,个人家的猫是不一样的,他家的猫适合,咱家的可不一定,以后灵姐劝你的时候,你直接拒绝了就行。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得到支持的娇妈,面上重新显出笑意,而蹲在门后面的正探也常常舒了一口气。 这要是真被送去做手术,他宁愿出走,跑得远远的,也不要在命根子上动刀子。 正探心里替阿黄那个二货默哀了一下,以前就听说阿黄喜欢到处乱撒尿。 在家的时候,就算把它放在猫砂盆里,他也能一滴不漏地将尿全喷在外面。 所以阿黄他家用的猫砂盆都是两层的,外面一层才起关键作用。 至于到了户面,阿黄就更欢了。 东家属大院这边很多地方都能闻到那家伙的尿骚味儿。 为了这个,正探不知道抽了他多少回。 不过那家伙,明显属于屡教屡不改行。 既然阿黄性命无忧,正探也不用再去担心。 猫有猫的命运。 打从知道自己变成这副模样之后,正探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尽量去适应。 第二天,对面那位宅男就黑着眼圈过来敲娇家的门。 这天是周六,娇远他们都在家,正在吃早餐。 哟,小区啊,这么早。 娇妈有些惊讶,这么早,这都九点多了吧? 顾幽子看了一眼外面灿烂的阳光,与娇远对视一眼,两人继续默默与碗里的鸡蛋面奋斗。 不过对于晚睡晚起的小区来说,确实算很早了。 娇妈知道这个,所以才惊讶小区同志居然罕见的在中午十二点前起床了。 小区扯出一个笑脸,环视一圈客厅,问道。 娇哥不在啊,她今天要带实验课,一大早就出去了,你有什么事要找她吗? 急的话,我打个电话给她。 娇妈说。 这个,也不是什么特辑的事情。 小区的视线,放到饭桌旁边一个矮凳上,看到正在吃面条的黑猫,对娇妈说道。 顾姐,那个,能不能借一下你家的猫? 正在奋斗早餐的娇远和固忧子小朋友,同时停下手上的筷子,提提看向站在门口有些尴尬的小区同志。 上个月某日某时某地,某人一手撑墙一手插腰,嘚瑟地说的我家半只老鼠都没有的话,两位小朋友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看到两个小孩的眼神,小区同志更尴尬了,咳了一声,对娇妈道,这事儿我昨天还跟娇哥提过的。 娇妈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自家的猫有人借,这是好事,说明自家猫本事。 这让娇妈有种莫名的自豪感。 于是娇妈大手一挥。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要借,什么时候来抱过去就行了。 正探,娇远,固忧子,雅然。 娇爸不在的时候,娇妈总是这么独裁。 那真是谢谢顾姐你了,我今天吃完晚饭,过来带黑炭过去吧。 唉,顾姐你是不知道,我家里那只老鼠都快整得我神经衰弱了。 得到许可的小驱同志,瞬间将颓废一扫而尽,满意地回自己屋里去了。 娇妈脸上笑得跟躲喇叭花似的,仰貌就这点好。 娇远垂头用筷子戳着面前的小瓷碗,憋着声音,学当初小驱的话。 我家半只老鼠都没有。 娇妈轻敲了娇远的头一下,吃你的面吧。 顾幽子抿着唇,显得很不高兴。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的时候,小驱过来见猫。 不用娇妈多说,正探自己往对面走了过去。 早晚得解决,不然那几只白鼠不是白练了。 娇远还在门口助威。 黑探,加油,让他们悄悄厉害。 娇妈回头脸一板。 回去做作业,错一个,零花钱捡半。 这边,正探跟着小区进屋。 进门后,第一眼,正探就有一种熟悉感,真探马论,就跟当年的自己一样。 第二眼,看到了眼熟的生物。 正探一进门,就看到了三只蟑螂。 一只刚爬进卫生间,一只从柜子底下爬出来,感觉有人出现又爬了回去。 第三只,也是离正探最近的一只。 见到正探之后顿住,抖了抖它的长丝状触角,然后快速爬进一堆杂质里面。 作为出现的比恐龙还早,和恐龙、三叶虫在同一时代生活过的地球上最古老的昆虫之一。 拥有在无头状态都可以存活九天的变态生命力。 小强之名于蟑螂而言,名副其时。 听说其生命力一直进化着,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小区在门口当然也看到了那几只蟑螂。 而在看到蟑螂的那一刻,它其实正在想象着一只黑猫铺蟑螂的雄伟画面。 可惜面前这只黑猫只是淡定地扫了一眼,然后就跳到一把还算干净的椅子上趴下,眯着眼睛休息。 连旁边饭桌上搁着的还温热的芋头排骨和糖醋里脊都没瞧上一眼。 小区同志顿时有种被噎了一口的感觉。 又瞧了瞧闭眼趴在椅子上,压根没准备动弹的正盼。 再看看没有照捉照的饭菜,想了想,还是没去管。 关了客厅的灯,挪脚走进房间。 坐下之后,小区就打开一个社区论坛,找到前几天发的帖子,对某条留言回复道。 胡说,我家的老鼠不吃蟑螂,找来的猫看到蟑螂也不理睬。 自打发现家里有老鼠,而自家的捕鼠龙又不起作用后,小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网上发帖求助。 买捕鼠夹和捕鼠贴都是网友给指的招。 帖子下面还有个网友总结老鼠变聪明的原因。 经历过非典的动物,智商和生命力都有极大的提高。 没那智商和存活力的,都在非典事件中被人类捕杀了。 所以,在捕鼠贴和捕鼠夹都不起作用后,在买不起老鼠药的前提下,说的最多的还是去找只猫。 然后就有了小区去交加借猫的举动。 而支持借猫的网友中,其中有个炫耀家里宠物猫的网友留言说过,猫和老鼠也算蟑螂的天敌,它们也会不是蟑螂。 小区现在就是在与这为理论。 不然你看着吧,连蟑螂都不理会,那只猫肯定也不会捉老鼠的。 就算想捉,也不一定能捉的。 最后,那个网友说道,咱们走着瞧。 小区同志将键盘敲得啪啪响,那指令像是恨不得直接戳在对方身上。 那边小区正在论坛上与人争辩,这边政探睁开眼睛,弯了弯手掌,默默看着从指缝间露出来的尖爪子。 对于抓老鼠这第一个考验,它一点都不紧张。 相反,正探有一些兴奋,说不出为什么。 昨晚也是。 接连杀了好几只白鼠,却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 反而从心底生起一股莫名的嗜血的兴奋感,就是平时没有的。 或许是因为平时没怎么注意,而昨晚的事情就像一个导火索将心底的嗜血因子点燃。 不过,这应该是源于这个动物身体本身的天性。 猫是那种就算吃饱了也会去捕猎的动物。 猎杀几乎是它们的天性,即便是看上去最温和的家猫也具有的天性。 就像前些日子郊远它们看的一个纪录片上说的,在每只吃得饱饱的懒洋洋躺在火炉旁的猫身上,都藏着一只蠢蠢欲动作势欲扑的老虎。 长呼出一口气,正探松开手掌,闭上眼睛,静静躺在那里,但耳朵支着,时不时因为一些动静而动两下。 但因为这些声响并不是老鼠造成的,所以正探一直都没有动作。 时间慢慢过去,夜渐深,正探并没有发现老鼠的动静。 但周围确实有着老鼠的气息,证明那只老鼠不久前才出来过。 正探也不急,静静在黑暗的杂乱的客厅里候着。 借着卧房那边的灯光,正探能够将整个客厅看得清清楚楚。 东区家属大院的人们大部分都睡了,周围不再嘈杂。 交家那边这个时候,肯定也都歇下。 而这边,除了小区敲键盘和骂骂咧咧的声音之外,也没有其他动静。 嗯? 正探的耳朵动了动,猛得睁开眼。 黑暗环境下放大的瞳孔,因为情绪影响扩张得更大。 小屋声息从椅子上跳下来,身子低伏,移动速度却并不慢。 黑暗的掩饰下,正探来到那堆杂志旁边停下。 正探的潜伏还是跟警长学来的。 卧房里刚打完一局游戏的小区,拿下耳机活动一下酸疼的脖子。 一扭头,正好看到正探从椅子上敲声下来的情形。 有戏? 小区赶忙从电脑椅上起身,从抽屉里拿出数码相机。 顿了顿,将数码相机放下,在柜子里翻找出DV。 开机之后,捏手捏脚往房门外走。 谁知,突然响起的手机吓了小区一跳。 赶忙腾出一只手接听,压低声音讲话。 正探在黑暗中等候着,那只老鼠从书房那边出来,根本没有往厨房去。 很显然,他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和户主的生活习惯。 小区基本上不自己做饭,都是订外卖或者吃食堂。 而能吃的东西,要么放在卧房,要么放在客厅。 现在这只老鼠就正沿着墙角往这边过来。 走一段就停下来警惕地注意一下有没有危险。 这只老鼠与正探昨晚杀的大白鼠个头差不多。 但是相比起来,这只老鼠的警惕性要甩实验鼠几百条街。 在快到达卧房门口的时候,那只老鼠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卧房里面正在打电话的人身上。 就在那只老鼠靠近房门口的时候,正探动了。 短距离的极大家速,如一只箭矢,直指猎物。 那只老鼠在正探冲过来的时候,才猛然发觉,竟然还有一个潜伏的猎手。 从这里要回书房那边寻找躲避点的路程有些长。 要是转身跑的话,肯定没几步就会被追上。 所以,这只老鼠的策略是直接冲进卧房。 小区的卧房比客厅稍微好一点,但也还是一个乱字。 可对于老鼠蟑螂来说,庇护点就多了。 只要它进了卧房,正探一时半会儿还真不会有什么办法拿住它。 但是,它没机会了。 黑色的带着尖锐利爪的毛手掌踩住了它的尾巴。 还没等它有所动作,另一只毛手掌已经摁在了它的脖颈处。 咔,声音轻微的人们根本无法察觉到。 而那只老鼠却瞬间软倒在地上,抽都没抽动。 整个过程,那只老鼠连只都没来得及吱一声。 刚走到门口的小区,只觉得脚下一个黑影闪过。 低头看,一只黑猫。 黑猫爪下还有一只不在动弹的老鼠。 卧槽,小区差点将手里的电话和DV都直接扔出去。 看看猫,再看看那只老鼠,再瞧瞧自己手上压根没起作用的DV。 卧槽,小区又骂了一声。 这就完了。 难道不是应该先满屋子追捕,追上了再玩弄于鼓掌,最后玩得快死的时候再吃掉吗? 迷玛,老子电话都没讲两句,这边就完事儿了。 这般干净利落的爪法是要闹哪样? 这这这,绝逼的狂炫酷霸爪有没有? 谁再说不抓蟑螂的猫捉不了老鼠,它跟谁急? 喂,蛆蛆儿,你那边怎么了? 喂,你大爷。 小区直接挂断电话,打开客厅的灯,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 小区将没吃完的饭盒上插着的两只筷子拿下来,戳了戳那只老鼠。 不动。 真死透了。 似乎觉得筷子不太趁手,扔了筷子,小区又跑到厨房,将那个自打住进来就没有用过的火钱拿来。 夹着那只老鼠荡了荡,似乎确定老鼠到底死透了没有。 又拿来数码相机,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拍照。 然后立马回到电脑前。 游戏都不玩了,急忙将照片发到了论坛上。 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刚才的那一幕。 结果,回帖的很多人说不信。 有一个资深养猫人士发出了几张照片。 照片上的老鼠,有的被咬得满身窟窿,有的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四肢和尾巴。 躯干没了。 小区扭头看了看客厅的那只正在伸懒腰,却压根没想再看自己猎物一眼的黑猫。 继续跟论坛里的人争辩。 手机在这时候又响了起来。 小区用肩膀夹着电话,同时将键盘敲得飞快。 正探围着屋子转了一圈,没发现其他老鼠的气味,便不再静候在这里。 正准备重新回椅子上,咪一会儿。 正探动动耳朵,听到楼下好像有人在唱歌。 走出房间,正探来到阳台上,过滤掉小区打电话和敲键盘的声音。 仔细听了听,这次听清楚了。 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 正探无语,那刻意压低却掩饰不住自身特质的声线,为了表现出歌唱情感而唱出的颤音。 再联系到这首比正探年纪还老的曲调。 麻痹的,楼下那只贱鸟大半夜不睡觉,又开始唱怀旧老歌了。 小区同志楼下住着一户比较特殊的住户。 其特殊之处,主要就在于护主养的宠物。 只属于珍稀物种的蓝子金刚鹦鹉。 此鸟名为将军,属于鹦鹉中的高富帅。 这家伙的身价抵得上楚华市中心一栋百平米精装修的房子,并且它的身价仍旧在继续攀升之中。 智商颇高,精通多种语言。 外观惹眼。 再加上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这只贱鸟身价不高才怪。 和这边家属楼大多数住户家阳台不同的是,四楼的那户阳台全部用粗粗的铁丝网为封住,主要是怕里面的那只鸟飞出来。 倒不是怕它飞走,而是怕它欺负人和动物。 这家伙看上去很本分,其实一度不太好。 第四集 将军有一个外号,叫猫见仇。 这鸟的特别喜欢欺负猫,尤其喜欢咬猫耳朵。 听说学校里以前有好几只猫被咬过。 这些是正探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听骄霸说的。 骄霸当时对正探千钉万筑,其本来目的是为了让正探提高警惕,防火防盗防鹦鹉。 看看这家伙的体型,再想想金刚鹦鹉的咬合力,就知道它暴躁起来杀伤力有多大了。 不过,在熟悉之后,正探知道,这只鸟,其实欺负猫也是看对象的。 东家属区这边的猫还好,只要不惹到它,它基本不会主动攻击。 但是,如果看到西家属区那边的猫,那就抱歉了。 或许是因为它伺主的影响,这只鸟特别喜欢唱怀旧老歌。 有些歌,正探只在怀旧特级纪录片里面听过,有些歌完全没印象。 但是听曲调,就知道有些年代了。 就像刚才正探听到的那首,得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还是好的。 而最让正探觉得奇异的是,这只鸟具有的本事。 如果一般的鹦鹉智商接近四五岁的话,那楼下这只估计比得上成年人了,还是天才行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楼下的鸟还在低声唱歌。 正探实在忍不住。 无奈仰头,看了看星空长探一口气。 然后扫了一圈阳台,找到一个金属纹箱盘,将它拨到栏杆边上,然后伸出爪子,轻轻敲击。 当钉,当当,当钉当钉。 尼玛,吵死了。 楼下的歌声戛然而止。 下一刻,正探就听到翅膀扑腾的声音和脚趾撞击铁丝网的框框声响。 显然那只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声响。 所以它很激动,跑到了铁丝网边上。 不大会儿,楼下传来啄击的声音。 听起来,那只鸟像是在啄什么食品包装盒。 哒滴,滴滴,滴哒哒哒,滴滴哒哒。 你居然在! 谁也不会想到大半夜的,楚华大学东家属大院必动五楼的一只猫和四楼的一只鹦鹉在用摩尔斯玛交流。 其实,正探的摩尔斯玛并不熟练。 它学会还没多久,真正能熟练运用的,其实是那只看似最不起眼,最无所作为的梨花猫大胖。 每次大胖跟着去军区那边走亲戚,或者军区那边的那位过来看老太太的时候,都会被考察一番密码类运用。 如摩尔斯玛交流,简单的栅栅密码纸牌游戏等。 如果大胖的考察成绩不理想,呵呵,乖乖跟方便面去吧。 这只鹦鹉就是密码类的忠实爱好者。 大胖在家的时候,他会叼着纸牌去找大胖玩栅栏密码游戏。 找不到大胖,他就找正探或者他的四主玩摩尔斯玛交流游戏。 只不过他四主平时比较忙,没太多时间陪他闹腾,所以正探受灾的时候比较多。 上个星期,将军被带到外省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玩去了,正探很是轻松了几天。 现在发现这家伙居然回来了,正探的心情一下子抑郁很多。 听说阿黄被淹了,我今天看到他,居然带着伊丽莎白圈。 将军还处在大半夜找到聊天对象的兴奋中,压根没有对阿黄的同情。 我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他了。 正探继续敲击文香盘。 哎,这就是你们宠物猫的命运啊,真是可怜。 以后你们东区四剑客,估计会变成东区四太监。 不是每只宠物猫都会做哪个手术的。 别自欺欺猫了。 滚,懒得理你。 别走啊,咱再聊聊,你们猫不是夜行动物吗? 乖你屁事,老子睡觉去了。 对了,你就不能唱你时尚些的歌吗? 半分钟后,楼下再次响起压低的长墙。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正探无语,好想捏死它。 没理会那只精力过于旺盛的鸟。 正探再次回到客厅的那张椅子上,弯着前爪把耳朵掩住,闭眼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小区被正探一声嘹亮的猫叫给叫醒。 尖男爬起来,穿着海绵宝宝的睡衣,打开大门让正探出去。 其实正探可以自己开门的,但毕竟这不是自己家里,需要收敛些。 再说正探也想给小区找点麻烦,不让他睡爽快。 小区打着哈欠强撑着眼睛打开门的时候,却发现焦家的门开着。 听到这边的动静后,焦家正在吃早餐的人都凑到门口。 揉了揉眼睛。 小区笑道,早啊。 正探竟直往饭桌那儿走,而焦妈已经进厨房给正探盛早餐去了。 门外,小区拿着火钳将昨晚那只老鼠夹出来。 焦爸看了看,评价道,出手力道稍微大了一点点,不过总的来说还行。 正探扯了扯耳朵,当没听见,继续吃早餐。 焦妈也给小区盛了一碗蔬菜粥,让她过来一起吃。 反正以小区的习惯,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买早餐,或者自己做早餐的。 饭桌上,小区一边喝粥,一边讲昨晚捉老鼠的情形。 焦家人兴奋了,特别是焦妈。 出门逢人就说这件事情。 中午,阿皇被他四主带了过来。 伊丽莎白圈已经没带了。 几天不见,感觉阿皇轻简了不少,一副没精神的样子。 自打正探认识他,还没见过他表现出这个样子的。 旁边焦妈正与阿皇的四主在聊天。 灵姐,阿皇这个样子是手术后没恢复过来吗? 焦妈有些担忧。 应该不是。 我看人家家里的猫同样做这个手术,第二天就生龙活虎的。 不过,做了这个手术,他确实改了不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到处撒尿了。 正探走进郊远的房间,拨出一个大玻璃弹珠。 听到玻璃弹珠滚动的声音,阿皇的耳朵动了动,朝这边看过来。 有反应就好,正探还以为他一个手术下来,会因为打击太大而变傻呆了呢。 脚掌一弯,将玻璃珠往阿皇躺着的地方拨过去。 捏捏躺在那儿的阿皇伸爪子勾住玻璃珠。 五分钟后,正探看着客厅里面精神抖擞完玻璃珠的阿皇,感慨万分。 这尼玛哪里是受了打击的? 这就是被关在家里闷的。 最后在娇妈的建议下,阿皇被允许出去遛弯。 出门后的阿皇重新变回之前那个抖擞状态。 一走出楼,就激动得边跑边嚎。 五楼,站在阳台的两个女人很疑惑。 不是说做过手术的猫不会再这样叫了吗? 依对阿皇的了解。 正探知道,这家伙只是发现一下几天来被迫带着伊丽莎白圈闷在家里的玉器而已。 同时,也召唤一下其他小伙伴。 仅此而已。 走到拐角处的时候,碰到与正探他们同栋三楼的宅老太太。 正探和另外几只猫都认识他。 阿皇! 宅老太太叫道,听到自己的名字,正翘着尾巴使劲好的阿皇声音顿时一停,然后瞇了瞇眼瞧过去,娇滴滴的应声喵。 正探无语,这感觉就像是看到轮着膀子骂街的大妈,突然变成了小家碧玉一样的巨大落差。 沿着熟悉的树林继续往前小跑,来到家属区旁边的小树林,被阿皇的叫声召唤过来的大胖和警长都已经在了。 大胖还是那副没睡醒的半耸辣眼皮的样子。 至于警长,嘴巴里不知道在嚼什么,估计是某类昆虫。 四只猫往树林里里面走了点。 正探动了动耳朵,树林里好像有其他人。 抬头看了眼,正好看到前面一棵树上的那一抹蓝色。 正是将军。 那家伙嘴边黄色的弯月形,总让正探感觉他在贼笑。 阿皇抬头看到将军之后,张嘴叫了一声。 树上的将军听到声音,用他那带着黄圈的眼睛,看了树下的四只猫一眼。 然后抬起那个没带定位脚环的爪子放到嘴边。 噓! 正探哑然,这鸭子又在偷看什么? 正探爬上树,站在高处看向人生传来的方向。 不多时,正探就了解了个大概。 跟娇妈前段时间看的八点档剧情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女方没有大哭大闹。 看了会儿,正探就不耐烦了。 下树去溜弯,让那只咸得淡疼的鹦鹉,继续留在树上观看现实版八点档。 至少这样,他不会来吵正探,正探心里希望那边的八点档最好上映一整天,或者连续上映。 这种想法说起来很没道德心。 但是,道德心是什么东西? 那玩意儿打从正探机市起就一直踹在墙角。 偶尔捡起来看看,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那玩意儿就一直待在墙角发霉,正探也不会看一眼的。 树底下只有大胖以农民揣的姿势趴在那里,眯着眼睛像是快睡着的样子。 至于警长和阿黄,估计闲不住找地方玩儿去了。 周围这一片区域,几只猫经常去的也就那么几处,所以正探不必担心找不到那两只。 就算一时找不到,叫两声他们就会硬的,不会跑远。 用尾巴敲了一下大胖,示意他跟上,这家伙成天都像是睡眠不足的样子。 刚开始正探以为他是用脑过度导致的,但后来发现,大胖就算不怎么用脑,也还是这个屎样子。 但是,谁又能想象这么一只看起来睡意泱泱的胖猫,竟然会熟练运用摩尔斯马呢? 人不可貌相,猫亦如此。 家属大运不远处有一个小超市,叫东院超市。 最近东院超市在整修,后门口那里堆了一些沙石。 今天工人们休息,超市后门这里也没什么人。 正探来到东院超市后门的时候,正好看到阿黄蹲在那一堆沙土上,眼神肃目,一本正经的出宫。 拉完之后,用爪子拨拨沙土掩埋上,然后抖抖毛,若无其事地离开。 阿黄手术后是不乱撒尿了,但是,本性还在。 他总喜欢在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拉屎。 正探想象,如果明天那些工人过来,一敲铲铲下去,发现一坨猫屎的时候,不知道会是个什么表情。 又或者那些工人没注意到,直接将这一坨给刷抢上去。 如果正探是这个超市的老板,一定会抽撒谎那个二货的。 东院超市再往前走,就会看到一个大草坪。 不过平时,正探他们并不会去那里,因为那个大草坪上经常有很多人,大人小孩都有,他们去了纯粹找不自在。 不懂事的小屁孩是各类宠物的天敌,被抓了尾巴,你还不能挠,小孩犯错,挨打的还是猫。 所以基本上,正探他们过来的话,也就在东院超市和大草坪之间的这片小树林里玩。 阿黄在挠树,挠完一棵再换一棵挠,警长在觅食,寻找一些小昆虫当零食。 至于大胖,他又内拳着前肢,以农民揣的姿势趴在一边草丛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感兴趣。 正探扫了周围一圈,没发现什么人接近。 跳到林子里的一张石桌上面,在太阳照得到的那一块蹲下休息,风中隐约传来桂花的香味。 草坪那边的喧嚣并没有影响到这片小树林地带。 周围偶尔想起那两只猫造成的扑腾声和魔爪子的声音。 暖暖的阳光照得正探有些昏昏欲睡。 突然,不远处的草丛里传来奇怪的叫声,听起来像鸟叫,但仔细听来与鸟叫还是有区别。 正探在这一片待了这么久,还没听过这种叫声。 正探睁开眼,叫声传来的地方,阿黄正抬起一只前腿,脖子左扭右扭,似乎在权衡该从哪儿下爪。 另一边的警长闻声,也往那边跑去。 下一刻,一个毛团从那边跑出来。 豚鼠 用当地人的话来讲,也叫荷兰猪。 不过这和平常豚鼠有些不同。 毛比较长,头上一撮白毛跟刘海似的往前搭下,几乎遮住眼睛。 可能是经常运动的原因,这只豚鼠并没有像正探以前见过的成天关在笼子里的那些胖豚鼠一样行动缓慢,它的跑动速度快了很多。 只是,就算相当于其他豚鼠来说,它的速度比较快,但在两只经历一直过于旺盛的猫面前,还是逃不出猫爪。 警长和阿黄将那只豚鼠堵在中间,只要那只豚鼠要往外跑,它们就用爪子把它逼回原地。 正探想了想,还是在警长和阿黄准备下口的时候阻止了。 校园里的豚鼠都是作为宠物饲养的,它们不是小白鼠。 你不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更何况这个品种有些特殊。 正探刚才观察了那只豚鼠的毛,很干净,应该还经过精心的梳理。 饲养者对于这只豚鼠很看重。 谁也不敢保证吃了这只豚鼠会不留下一点痕迹。 要是四竹找上门,肯定会带来麻烦。 大草坪就在附近,这只豚鼠应该是从那里过来的。 在正探拍开阿黄的时候,那只豚鼠并没有立刻趁机跑开,而是待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几只猫。 最后下决定式的一点一点挪动,挪到正探身边。 正探无语。 就是认定自己不会吃它了吗? 不得不说,动物有时候第六感很灵。 正探甩甩尾巴,正准备离那只豚鼠原点。 余光撇到一个身影,一个陌生的身影。 如果仅仅是一个陌生人的话,正探还不至于这么震惊。 他震惊的原因在于,刚才自己和另外三只猫竟然都没注意到有人接近。 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来了多久。 刚才他是否躲在附近。 正探的视线落在那个人的手上。 那人手掌向内,身体微微将右手挡住。 与那人视线交错的时候,正探又想到了那天晚上杀白鼠的时候娇霸的眼神。 但是娇霸只是对着那些白鼠才表现出那样的眼神。 而眼前这个男人,让正探的含义更深。 这人,杀过的可不会是蛆蛆老鼠而已。 阿黄对于突然出现的人只是吓了一跳。 然后,就又将注意力放到躲在正探身边的毛团子身上。 抬爪子试了试,看上去还是不死心。